明明是日本防衛省综合 幕僚监部的官方推特 影片大大的标题 却用简体中文写着 欢迎英国航母打击群 用意很明显 似乎就是针对中国 片中提到5月下旬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 为首的打击群 从英国出发前往印太地区 更强调日英美和 在7月进行的反海道联合训练 最后更秀出握手底图 配上四国国旗 并用简体字幕写着 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 影片一po出马上引发热议 因为影片可以双神道 在日文版之外 再破天荒推出简体中文版 讲述日本要深化 与盟友间的军事关系 不少网友看了大算这么做 应该是怕北京当局看不懂 表示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并标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跟日美英法等国国旗 在一起对抗中国五星旗 还有人说 这次对中国赤裸裸的警告 甚至有人真心欢迎 日本英国联合全球 打击中国纳粹 日本近期联合友邦 在印太地区动作频频 如今再po简体中文影片 警告中国意味不言而喻 三地新闻宠还报道